響鐘 到幾個那邊走走看 就看到那個牆壁上有一個那個 剪子的畫 pare 就碰到那個牛映教阿婆 我就問他這外面的圖案 這個是什麼東西 看我興趣他就拿了 他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圖案跟他做的簡直還給我看 我看一看就說 啊 原來媽說有這個喔 我以前是不知道的這個東西 這種傳統的東西會有特別的感情 就覺得如果沒有了 我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文化的 也可以說是跟或是認定 要找到上帝放在我心裡面的那個gift 我為什麼要把它丟掉 做一個我不擅長的 當我確定是我要做的東西的時候 我的熱情會大過於我的挫折 因為聖經上有講到說 你要嘛就施奉上帝 要嘛就施奉金錢嘛 他用馬能這個字來講 就是錢的意思 施奉上帝是一個施奉女 這個人有什麼差別嗎 你工作就會有錢 就是因為去想 可是後來發現到說 當我跟隨著我的天職的時候 我就是在施奉上帝 蝴蝶在傳統的教會的一些美術裡面 它是 象徵復活的意思 那這個作品就給它取名叫做 《向善的力量》 因為那是一個復活的力量 它的復活的生命 就是會在我們每一個 跟隨它的人的身上 所以 那個生命是面對 人生挑戰的時候呢 一個力量 讓你去 面對比較困難的事情的時候 你依然能夠 有復活的那種盼望在 剪刀啊 對我來講 好像變成說是一個 呃 象徵意義沒有強烈的一個東西 未來有 有哪一位 但不竟然是馬祖人 但我還覺得是馬祖人 他要做監製的時候 就把這剪刀在場地 就給你了 因為這有點像是一個 傳承的衣衛吧 我覺得這應該是蠻有意義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失敗了 我也沒有想過我一定會成功 我能夠做 我就盡力去做 阿米 阿米 阿且阿且阿 cheer